回到第二節,我們繼續邀請張力智醫生 跟我們說說移民和焦慮的關係 剛剛我們說了一些背景資料 移民和焦慮的關係 我想觀眾都會想知道究竟甚麼是焦慮症 我平時也有很多東西擔心,為甚麼現在你說我有焦慮症 這集很重要,大家要留心收汗 因為我會將我醫學學到的精華盡在這一集分享給大家 第一最難分的就是甚麼叫緊張,甚麼叫焦慮症的焦慮 你猜是怎樣分的? 我想是,我猜吧,如果平時可能有一件特別的東西 可能我接下來要考試,我很擔心我會肥老 我很擔憂,保持擔憂,可能去到考試完了 我沒事了,就是普通的擔憂 如果我完了考試之後,不知怎樣搞 我還是很擔心,很焦慮的時候 可能就真的出現了一些問題 其實都未必,原來都很因人而異 我們以前學習精神科醫學 很多時候從一個診斷的標準 去分析一個人是否有焦慮症 一直沿用到現在,我都以這個為參考 但我又覺得其實那個精要是這樣的 當你剛才說的例子是考試 其實我們要想考試會緊張 現在都被錄影都有點緊張 對,少少都有 如果我們應有的緊張,有壓力 應有的緊張會不會不同? 當是這麼多 但是如果是焦慮症的緊張 焦慮症的反應會如何? 會多了這麼多 這部份多出來的就是來自病 而焦慮症的病因是一些大腦功能出了問題 其實又打一個比喻 我有兩隻手,左手右手 一邊如果是完全健康的 我碰它會怎樣? 有感覺 如果一邊受傷的 就比喻情緒系統受傷 我碰它會怎樣? 嘩,好痛 即是說其實焦慮症是你對一些壓力 對一些事件的反應 比應有的不正常地大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焦慮症的概念 而用這個概念就是診斷標準 其實是幫我們量度 是不是這件事發生 明白嗎? 另外就是要知道焦慮症 其實也有一個情況就是 其實在沒有壓力底下 身體也是在預備應付壓力或挑戰的狀態 所以沒有壓力 其實那個人 本身已經比應有的狀態緊張了 即是欠缺了或消失了他本身應有的輕鬆 所以很多焦慮症患者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因為他已經患了長期的狀態 那如果是,我怎知道自己會不會有什麼症狀 或者身體上有沒有改變 令我發現自己原來真的過分焦慮呢? 如果有症狀呢 其實你要記住 焦慮症差不多是醫學上最古惑的病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給你很多不同的症狀 我嘗試講一下一些常見的症狀 不過在這個之前,我又想分享一下 是這樣的,焦慮本身是什麼? 焦慮本身是人應付危險的一個狀態 應付危險的身心狀態 這是一個本能 什麼叫本能呢? 你小時候不用學都懂的 與生俱來的就是本能 焦慮是什麼呢? 就是遇到危險 我們有一個身心狀態 是幫我們應付危機 你想想,如果沒有了這個狀態 你說多危險 是的 如果有一些危險 我們的焦慮就幫我們作戰 面對敵人 這個fight 去進攻的狀態 在這個狀態,人們會亢奮或者生氣 第二個可能性是怎樣? 逃離危險 走路 這個狀態就會害怕 兩者都是來自焦慮 好了 剛才說 如果焦慮症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都沒有危險 你長期的人都在這個狀態 但久而久之可能不覺得 再有一些壓力的事情 例如你剛才說的考試 或者香港面對的社會的變遷 它的反應是怎樣? 就是不按比例的大了 本來應該的反應是這樣的 現在多了很多 不按比例的大了 零到一百 就在高度戒備的狀態 在這個狀態 那腦會怎樣? 可以多事情想 就是這樣 經常想著一些令你擔心的事 害怕的事 還有會是心情緊張 可能很難放鬆 而身體長期的狀態 或者短時間內的狀態 即是開得很穩 其實都會有些變化 那些症狀就多到 不能全部都數出來 不過我常見的 就包括 我很快告訴大家 講一次而已 就包括 頭暈頭痛 眼蒙耳鳴口乾 頸筋薄痛 肌肉酸痛 手腳麻痺刺痛症出汗 心跳加速 心口隱瞞呼吸困難 腸胃不舒服 小便次數增加 失眠抵抗力下降 荷爾蒙失調 好厲害 小生 好清晰 所以 剛才那些症狀只是一部份 有些奇怪 可能有些人 鬼剃頭 脫頭髮 會的 亦都長期的焦慮 可以導致 一些身體的毛病 例如 血壓高 血糖過高 所以其實 焦慮症是一些 很隱藏 可以亦都很困惑 一些病 往往 例如有些人身體有些毛病 他去找醫生做檢查 然後 可能是 例如腸胃不好 就找腸胃科醫生檢查 有時覺得 呼吸很辛苦 就找呼吸科 或者一些內科醫生去做檢查 經常頭痛 就找那些 腦神經科醫生檢查 檢查說 哎呀你沒有什麼 是啊 找不到有問題 放心 不過可能是你太緊張 醫生會這樣說 其實就可能已經是焦慮症 其實也挺狡惑 是啊 其實可能有不同 因為太多不同的心理反應 還有一些是很怪異的 例如我昨天 有個新的病人問我 讀一間名校 他有個情況 他考試之前 會發燒 你想 喂 焦慮症 可以在考試前發燒 發燒 你真的做不到自己發燒 對 焦慮症也有 而最近肺炎的情況 他都有發燒 因為擔心中焦 他緊張 發燒 發燒令他怎樣 更加緊張 怕自己中焦 所以是很可愛的一個病 是啊 其實如果觀眾說 平時很焦慮 或者身體出現的狀況 其實他們都未必知道 所以 要真的認識到這些病的特質 其實在自己不太肯定的時候 不要等到自己頂不住 很辛苦 或者去到失眠 這樣的情況 找醫生 其實你不太肯定 自己的情況是怎樣 你也可以去找醫生做檢查 我經常覺得就是 為什麼我們精神科 好像這麼被歧視 為什麼 有些人懂得每年去驗身 有女性的身體檢查 是不是 有年紀大的 有照什麼照物抽血 為什麼不去做情緒健康檢查 是啊 其實也是 我也沒有想過 你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想知道 當然 你如果找一個醫生幫你檢查 一定要好像有一種偵探的頭腦 大膽懷疑 小心求證 那就好 是啊 所以我覺得 其實大家要想 焦慮症會不會是已經影響你的生活 因為其實都是很普遍的 其實香港的統計 情緒病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有 是不是有 不知道我猜一下 好嗎 五個是不是有一個 接近 接近 官方數字就是六七個裡面 有一個人有 很接近 其實是他用他的標準 但是你問我有些可能是 叫做 我們找到有病 那個叫疾病 這條線 其實健康當是這條線 其實很多香港人現在的健康情況 是怎樣 情緒健康的情況 可能是一個叫做 亞健康的狀態 這些都沒有計 而有些人在亞健康狀態 多些壓力就怎樣 就變了有輕度或者中度 甚至更加嚴重的焦慮 一直在不健康的狀態浮游 一直在不健康的狀態浮游 所以我覺得 真的情緒問題 包括這麼困惑的焦慮症 是應該大家 很小心審視自己有沒有問題 很容易出現 很容易出現 那好吧 謝謝張醫生 我相信大家在這一節 都會了解更多 什麼焦慮症和焦慮症的徵作 我們下一節 都會說一下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